如果疫情還是持續穩定的話 我們會在2023年3月20號開始實施 那輕症免隔離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他本身當然也免通報 所以也免隔離 那如果我們有症狀 那篩出來是陽性 那可以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症狀緩解之後可以安心的外出 那另外 那如果需要就醫的話 那我們就用常規的醫療模式 用實體看診的方式 那如果是需要使用抗病毒藥物或清冠疫號 符合這個相關規定的 那我們還公費還會持續的提供 輕症免隔離 我們從原來要強制隔離5天的5加N 改成就是說免強制隔離的0加N 那在這個0加N的N最多就是10天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句就是說 如果是輕症陽性的時候 我們建議就是說有症狀的時候 在家休息 避免一些非必要的外出 那如果說是就醫 買藥 或者說這個購物等等 這些是生活所必需 這個其實是由個人來認定 有必要的外出的話 就請全程要佩戴口罩外出 那如果是屬於長者或者有慢性病 這些重症風險因子的 精速就醫來讓醫師即時開立 口服抗病毒藥物